这里的美味从清晨开始 黄土高原上的黑精灵 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 小杂粮大产业 传统美食助推百姓增收致富 我们现在每年能接待两三万人 营业额大概就是个两百万左右 今天请跟随我们生财有道 一起走进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各位好 我是香薇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庆阳市的环县 在环县最著名的物产就是羊肉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那接下来就请您跟着我去看看 环县人是怎么样吃羊肉发羊财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环县属隆东黄土高原秋陵沟壑区 自古以来养羊就是这里的传统产业 而各种美味的羊肉菜肴也早已成为了环县人 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 我刚才看着您用轮椅推着老奶奶进来了 她是您 老妈 老妈呀 今年高兽了呀 90岁了 90岁了 早上几天这啥都不吃呢 都要来咱吃这个羊肉 今天早上如果没吃这个包丝 今天以前都没吃饭的 我是本地人就喜欢吃羊肉 每天早上来一个羊肉包子一碗汤 因为羊肉味得好 做得也好 可香了 可香了 不像你汤汤 一会儿汤 食客们口中的美食 就是环县当地最出名的早餐 羊肉包子 这看似普通的包子 为何能得到顾客们重口一词的称赞 这家餐厅的主人郭瑞告诉我们 秘密就是这里的羊肉 因为咱们的地理款经营是吧 咱们这个眼尖睡的 有眼尖睡的地方 羊喝了以后 还有晒的还有各种草 就是天爱的 可以说天爱的种草药 这样吃的羊肉是确实好 没有丝毫善味 郭瑞环县本地人 除了开餐馆 这些年 他也一直从事着羊肉的贩卖生意 因此对于本地羊的特点 如数家珍 咱们家的羊肉 必须要两岁以上的供羊 就像这种 本俗上见的这种肉 两岁以上的羊 基本上就是七八十斤 甚至上百斤的大羊 上百斤 不是讲到吃那种小的 那种高羊嫩一点的吗 为什么咱家要选择大羊 这个大羊 要蒸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因为包子大 所以蒸过长时间半个小时左右 在蒸上笼蒸之后 这样蒸出来的肉虾吃起来 比较有嚼劲 有劲道 然后这个香味才能释放出来 如果是高羊的话 它的太嫩了 没有那个嚼劲 对对对 就这样子 虽然选用了好的食材 但要做出特色的美味包子 馅料的制作还有很多讲究 很新鲜 对你看这个白色的 就是您说的这个标 一定要有这个肥肉 必须要有一点肥肉 要不然就不香了 肉也是肥瘦相间的 为什么咱们这个地方 做羊肉包子 一定要切成这个肉丁 我看很多地方 它都打成馅 切成丁的好处是 让顾客直观地感觉到 这就是虫羊肉包子 这样子吃起来 有口感比较好一点 视觉上呢 它就能够勾起那个食客 吃包子的时候那个食欲 对吧 羊肉切成肉丁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蒸包子的过程中 能锁住羊肉里的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包子 味道会更加浓郁 除了羊肉 环线的包子 还有一种食材 必不可少 就是青皮萝卜 首先把洗净的萝卜切丝 然后过水 煮至六成熟后 出锅 挤净水分 最后切碎 方能入下 这是咱们已经焯好水 就是挤好水的那个萝卜 对 为什么那个馅料里面 一定要加萝卜呢 因为这个加萝卜 萝卜本身营养也好 羊肉一配合 它味道更好 不加萝卜 肉蒸出来包子之后 包子馅就跟个丸子一样 肉丸子一样 咱们要求是包子馅松软 这样才可口 要吃到那种松散 对对这样子 还有萧老师你看一看 这我认识 葱 你闻闻这个味道 闻闻葱啊 还有啥不一样的味 什么不一样 哪边味道大一点 这边明显的和这边不是一种葱 这边会更浓更冲一点 我们这边葱是用的是这一种葱 我们当地这种红葱 当地的红葱 这个红是指这个外皮 这个红吗 皮是红的 所以叫红葱 这红葱和咱们平常那个葱 它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味道更大一点 确实闻上去就特别明显 味道大 但是这个葱也不能加的太多 怎么呢 加太多味道发苦 这样子 所以就是您主要是加那个普通的大葱 然后还要加一点这个 加一点红葱 更加奇味 但是不能加多 不能加多的苦 加到发苦 主料备好就可以拌馅了 调料虽多但都是寻常 不过切碎的鲜姜必不可少 我看他放馅的时候 一勺 两勺 三勺 这么大馅 光是羊肉就有多重 一两多羊肉 一两多羊肉啊 那加上面皮呢 整个包子包起来有多重 蒸熟之后 大概一个包子就是半斤左右 一个包就半斤啊 一个包子就半斤左右 那早餐吃一个包子 估计就已经吃得很饱很饱了 分量足 个头大 的确是环线包子的另一个特色 包好的包子蒸半个小时 就可以出锅了 哇 上来了 哎 筷子 孝老师 咱这个包子 吃包子直接上手 直接上手 不用筷子 这就是环线人吃包子那种豪放 加点汁味道更好 哎 这个汁是要浇到馅里面去的 不是站着用的 就是 其实最后一步 要顾客自己来 哦 这个汁是什么做的 这里面有大蒜 葱 醋 香油 辣椒 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不能用筷子 因为这个包子 刚才我尝了一口 它非常的松软 用筷子很容易就 就加散了 加散了 加散了你这个汁 你也浇不进去了 对吧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说 加那个萝卜丝的那个用途 就那个馅料是松散的 松散 因为只有松散 咱们这个蘸料啊 才能够充分地渗到里面去 你知道啊 那个这个蒜啊 它不是有强烈的那种挥发性 是那种新香的味道吗 它就裹挟着那个羊肉 在它挥发的同时呢 把羊肉的香气带出来了 所以你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那个羊肉 就更加的香 哎 好吃 真的很好吃 是 独特的早餐 纯正的味道 羊肉包子不但满足了 食客们的味蕾 也给环县各家包子铺的 经营者们带来了财富 餐厅一年包子数量 大概就是四五万个吧 营业额大概就是 一百五十万左右吧 如今的环线 在政府的引导下 养羊从一个传统产业 早已经成为了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 念羊精 新羊业 发羊财的良好氛围 使得更多的人 投入到了羊产业中来 羊的这个身影从我的小时候 就从我们的生活当中 从来都可以说说 伴随了我们的这几代人吧 所以说那个时候 家家户户都有羊 都有羊 而且这边的这个 吃羊肉的这个传统 也比较早 所以这个市场 当时在看起来 这个市场的前景 还有市场需求比较大 刘世强 环县环城镇百草原村人 2009年 在老家开办起了养殖场 他养殖的主要品种 就是当地的黑山羊 这黑山羊 是咱们本地土生土长的羊是吗 对 龙东黑山羊 这是咱们土生土长的 就是从有季子在 好像有三千多年吧 它就是它的性格比较活泼 就是它好动 它这种好动啊 活泼这种性格特点 对于它的羊肉来说 肉质来说 肉质的话 它的肉质就比较紧实 它的脂肪 几乎没有脂肪 在于从它的一个 营养成分来说 尤其是氨基酸的含量 要比其他的羊肉要高得多 所以它肉质就比较鲜 比较鲜 比较嫩 它的食量怎么样 它的食量比较小 吃的还少 吃的少 吃的少还耐出色 就是啥都吃 在政府的扶持下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刘世强的养殖场 以初具规模 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 养羊大户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环县黑山羊的优良品质 2015年 它又在县城开办了一家 主打羊羔肉菜品的餐厅 开餐馆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产业的延伸 多好多东西你都得有一个体验 所以说这个就想到延伸的这个餐桌上 然后让这个更多的客户 你去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再一个的目的就是增加一下它的附加值 老刘的餐厅选用的羊肉 都是自家产的黑山羊 菜品的制作也都是当地最传统的做法 这就是那个小羔羊的羊排 应该是拌面拌煞 对对对 我们准备怎么做呢 我准备做这个碗蒸羊羔肉 碗蒸羊羔肉 对 制作碗蒸羊肉 首先将鲜羊排斩成小段 然后加入葱末 姜末 辣椒面等调料 再泼上一勺滚烫的热油 先把调料的香气激发出来 接下来还要给羊排做被子 就是用面粉做一个薄饼 然后把饼盖在羊排上 既然叫做碗蒸羊肉 最后的步骤自然就是上锅蒸 耐心等待一个小时后 一碗肉质鲜嫩 混合着面香的碗蒸羊肉 就可以出锅了 把这个面皮给划开 这个应该怎么吃呢 刚开始可以先吃这个皮了 先吃这个皮 你看翻过来 这里面已经浸满了这个羊排的汁 是吧 很香 一种很特殊的香气 好吃 非常好吃 就是这种面香加上它浸满了羊排的肉汁之后 怎么会变得这么香 我加一块 尝尝 无比鲜的 无比鲜的 我担心的那个羊衫 一点都没有 就是这种香气 我想就是即便是不吃羊肉的人 吃了这个碗蒸羊羊羔肉之后 从此以后会爱上羊肉的 优质的食材 传统的技法 让刘世强的羊羔肉也越来越出名 随着近些年电商的迅速发展 他也借势做起了文章 把自己的好羊肉卖到了各地 这是你们的这个羊肉礼盒 对 这是半枝装的礼盒 哦 半枝装的 就是羊排啊 各个部位都有 就是半枝 对对对 这还有调料 对 那太方便了 就拿回家 然后就按照你的调料 直接下锅炖就好 对 像这么一盒 要卖多少钱 这个现在是958 958半枝羊 对 你一年这样的礼盒 你可以销售多少 两三万个吧 两三万个 嗯 销售额能达到多少 嗯 礼盒的这一块 能达到个一千多万吧 在桓县除了羊肉 还有一种特产 也非常有特色 就是小杂粮 这些品质优良的食材 也成就了桓县更多的美食 哦 你这个农家乐 整个半圈全是 全是窑洞 全是窑洞 你总有多少孔啊 十一孔窑洞 十一孔啊 对 这窑洞好像是在园上挖的 四十二岁的高德祥 环城镇五里屯村人 二零一二年 他在自家的窑洞里 搞起了农家乐 当然 他家的美食主打的 就是小杂粮 小杂粮主要是指什么呢 小杂粮主要指的是 这个燕麦 桥麦 还有红豆 米子 骨子 这些东西 然后咱们这个燕麦 可以做成这个燕麦 柔肉 燕麦 窝窝 这比较好吃 然后还有这个桥麵 桥麵可以做 咱们当地特别 喜欢吃的这个桥麵活动 他家用小杂粮做的美食 其实都是当地的民间小吃 制作上严格遵循传统 所以非常地道 它已经做上了 对 在做什么它 这是桥豆面 桥豆面 什么是桥豆面 桥豆面就是我们当地的小杂粮 用桥麦 磨成了面粉 做的一种小吃 做桥豆面 和面要用碱水 为的是增加面的韧性 和好的面 还要用擀面杖 擀薄摊平 然后用双柄铁刀 将面皮剁成长条 它在落刀的时候 有一个像外拨的那么一个动作 这劲儿怎么拿 自己把握 要不肖老师亲自试一下 我很想试一试 来了 这个刀是直着还是斜着 有点鞋 是吧 在这 身体要站直 对吧 现在这个腰是使劲儿的 力要用在刀上 力要用在刀上 来了 力要用在刀上 来了 这个很神奇的力量 来了 一二三 开始 然后把吃葱拌往后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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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就这样 不错 哎 虽然剁下来了 但是我告诉你 差距在哪 来哦 你看 这是我剁的 宽面 你再看看人家师傅剁的 你看看 这就是差距啊 桥面剁好后 先用开水煮熟 然后备用 好吃的桥朵面 还需搭配好的扫子 主料是羊肉和萝卜 出锅前 汤中再加入一大勺 红红的羊油辣子 立刻能撞出 意想不到的 惊艳口感 滚烫的扫子 再给面条 最后一次洗礼 酸辣中 带着羊肉 纯香的桥朵面 才算大功告成 除了桥面 当地的 另一个小杂粮 燕麦 也非常的有特色 咱们现在做的 应该叫燕麦窝窝 据说 燕麦窝窝在桓线 是考验家庭主妇 是否合格的一种面食 捏的时候 用的劲儿是大一点 还是小一点 小一点 小一点 劲儿大了就捏断了 做好的窝窝 不但要求形状美观 口感也必须爽滑有韧性 真是利索啊 很快的一笼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上锅蒸 上锅蒸多久 十多久 蒸好的燕麦窝窝放凉备用 接下来加入蒜泥 辣椒 芝麻等寻常调料 然后凉饭 重点突出的就是燕麦的鲜香 以及筋道的口感 这个燕麦窝窝窝 味道也好 这个多的也不错 吃起来也少口 桥豆面我们是 基本上是一周吃好多次 好吃 好吃 不管是它的形状还是口感 它味道说是比较正宗的 可以给点赞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如今高德祥的农家乐 在桓县越来越有名 众多专程到访的顾客 也为他带来了较好的收益 我们现在每年能接待两三万人 营业额大概就是个两百万左右 我跟你说在环县的一天当中 最舒服的时刻就是现在了 傍晚时分 不管白天的气氛有多高 到了现在就会变得凉风袭袭 非常的舒适 他们正在看的是环县皮影 今天上演的戏码是游归山 一口叙说千古事 双手队伍百万兵 环县又被称为中国皮影之乡 当地百姓对这种古老的艺术 也非常钟爱 每当夜色降临 看皮影早已成为了 许多环县人的日常 现在整座小城 就像这些正在看皮影戏的人们的心情一样 由喧嚣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不过安静只是环县夜晚的A面 在另一条街道上 环县的夜晚还有着 非同寻常的另一面 看到我身后的场景了吧 这里呢就是烟火气十足的环县夜市一条街 非常的壮观 那我今天呢找来了一位朋友 这叫小韩 你好 小老师好 今天呢我们就请小韩带着我们一起逛环县夜市 走 小老师 走吧 咱们这个夜市一条街有多长 将近三百米 商户呢 商户不包括这个外边移动餐点 比方有二百一百二十多家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吃饭的这些食客 你看他们那桌子 依次排开 这个有差不多四五排 对 每一排都做得满满的 每天都这样的 生意太好了 人最多的时候 像这个季节 人最多的时候 每天的流动人数 大概是五千多 每天的这个营业额 大概是二十五万左右 一盏盏灯火点亮了整条街道 一尖尖排档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醇香 迎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人间烟火 为什么喜欢到这个夜市来 比较凉快 比较热闹 味道特别好 是我们海鲜的特色 非常棒 跟着风月菜太好了 有家的感觉 每天都来 琳琅满目 香气四溢的美食 让食客们流连忘返 但是对于许多外地游客来说 最吸引他们的 还是这里的羊肉 像老师 这家的羊肉串和其他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你喜欢哪个部位 就切哪个部位 先切的 它不是吃些串好的羊肉串 对 每天的羊是就现杀的 新鲜的 你想吃哪一部分 你就烤哪一部分 这生意不错 你看这一只羊 已经剩这么多了 对对对 那咱们让老板 给咱们烤几串 老板 多来几串 味道怎么样 太好吃了 我跟你说 这个环线的羊肉 这是怎么做都好吃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夜市 那气氛太好了 你就不由自主 你就融入其中 你已经忘记 你是这颗外来人了 不行 一会儿我还要再吃 在各级政府引导下 如今的环线 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 来打造适合发展的好产业 可以说 无论是利用养殖业 来发展经济的刘士强 还是结合当地特产 发掘特色美食的 郭瑞 高德祥 他们都是通过辛勤的劳动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财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